如果我能离开他的儿子 打掉这个孩子 他会给我一大笔钱 他给你多少钱我关心 非常大的事 非常大的事 你接受了吗 我非常坚决地拒绝了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打掉这个孩子 是真答应了想打掉 还是全一致气 这个孩子是我对他爱的人事 我决定把他留下来 直到孩子快到中岁的时候 我的母亲 来到这儿看我 才知道朋友的事情 没办法他接受了这个孩子 但是他要求孩子的父亲 一定要负责任 每次带他去公园 看到别人家的父母 陪着孩子 有声有笑 玩耍兮兮 我不知道这不可能 我不知道孩子心里 明不明白 但是我能感受出 他有那种欺慨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儿 希望他能回来 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单亲妈妈的心酸 毋庸置疑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 以及他今天来告白的目的 大家是否认同 他的这种做法 是否支持他 请用你们的感叹号和问号来调态 三二一 请调态 哦 一般的一般 多少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照样没有爸爸陪伴 照样是自己带着孩子 长大的 所以你现在既然已经是这样了 不要再这么想 好不好 当借主 他只是一个播种的人 他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觉得你应该认他 起码给孩子一个 怎么说不能完整一个家吗 给孩子找一个事业了 我如果是当事人 就是你之前请男友的话 其实我不会跟这个孩子 再接触下去 要让一个男人负起责任 社会的家庭的责任 为什么 当初他做了那样的事 他就该承担这样 事情的一个结果 像你当初已经很答应他的妈妈 就是不要他的钱 然后不要孩子 但是这个事情 是你在答应了之后 你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这一切的承担 这一切的后果 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 我担心这个孩子 将来性格上会有贴限 这么多担心 孩子的家庭 你也不一定啊 只要你给他正确的教育啊 我怕回来孩子跟你生 从法律角度来说 非婚子女应该享受 同样的教育 包括权力 所以他不管是从这个 钱财上也好 还是陪伴也好 还是对于孩子的教育上来也好 他都必须去完成 他一个父亲 应该尽量的责任 为什么有些女生 明明在爱情当中 伤着电铁铃上 非要把这孩子给生下 到底是因为 他曾经是爱情幸福的见证 还是爱情梦魇的见证 又或是你要报复这个男生 毕竟这个孩子 是一个很小的生命 对 是很小的生命 但是你给不了他更多的幸福 我觉得大人的事情 不要伤害到小孩 一定要为小孩负责任 也许那个时候你们都很年轻 然后都很冲动 不成熟 或者他 或许他现在已经成熟了 我觉得给一次机会吧 至少一定要让他知道 这个小孩的存在 让他负起他该负的责任 孩子在十几年以后 他能不能一辈子 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可能会知道 他会知道了以后怎么办 所以我今天来了 我要为了他的将来 给他一个交代 三明前 杨雪与张思耀相恋怀孕 准备结婚的时候 却遭到了张思耀母亲的强烈反对 而男友思耀 却选择了顺从母亲 希望用钱 来解决他和杨雪的感情问题 而即将为任务的杨雪 在拒绝巨款补偿之后 决定独自生养 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几年过去了 杨雪却来到了节目现场 希望前男友张思耀 能够对孩子承担起 父亲的责任 那么当年 抛弃杨雪和亲生骨肉的张思耀 会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场 接手杨雪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家带团队 利用一部手机 助家创业的 很多五十多岁的网盲 和九年后 做了一个月就跃入过万了 不需要投资 没有风险 如果你也渴望成功 请加上我的QQ 173 003 6175 或者微信 135 4346 5761 手把手教你跃入过万 杨雪的告白吗 你说让他来负起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 你认为他要负起哪些责任 给孩子打户口上 第二个就是 能像别的父母一样 父亲一样 陪孩子多玩 有没有经济上的要求 即使 没有他 我也能完完全全的 照顾好孩子 不要了孩子 如果你这事 弄巧成拙 他妈反过回来 要抢这孩子 要要这孩子 跟你打官 我觉得不会 如果我的儿子 真的有个四生子的话 我真的 我不顾一切 我要把他给认回 即使谁带着 那都是我家的骨肉 到时候他跟你抢孩子 你怎么办 我真觉得不会给 不论付出什么 不论付出多少代价 这个孩子 我谁都不会给 那接下来 请你站到开启 告白之门的 按键旁边 杨许 如果孩子 他爹今天不来 接下来您怎么做 即使他不来 我也会带着孩子 好好地把他拘 还在找他吗 不找他 对 第二 如果他来了 他说这与我无关 按照我们当初 你跟我母亲之间的约定 你是不应该 生下这个孩子 我不认这个孩子 你怎么办 将来我会告诉孩子 他的父亲 英年导致 如果孩子他爹 来到了现场 痛哭流涕 要承担起自己 所有的责任 你还愿不愿跟他好 我愿意 从他 抛起我跟孩子 那一刻 无论他在哪 他会说杨雪 我是个懦弱的 你知道我 你了解我 我是被我母亲所逼 但是现在 我再也无法忍受 这样的被控制的生活 当我知道我有了孩子 我必须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来保护你们娘俩 难道我们不能再一起吗 即便不能再一起 我也愿意在生活当中 守候着你 可以吗 不可以 孩子还那么小的时候 他宁可放弃 我觉得他非常财忍 他不只是懦弱 好吧 既然你这么决绝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会再婚吗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我可以考虑 对孩子找一个 好父亲 前提必须是对孩子好 我只给你一个建议 还是不要说他一年早逝了 孩子拥有这样的知情权 好吧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音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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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要他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的话 你怎么会这么伤心 足以说明你心里还有他 还盼他回头 我觉得孩子太可怜了 连自己亲生的父亲都不愿意认为 但是你也要想得到 他虽然有了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爹 却也有了这么一个勇敢的母亲 世界是平等的 缺少了一分爱 我可不期望这样的一个爹 能够给他什么爱 你需要做的是迅速地从这段悲伤当中走出来 因为你比普通的女人要扛的东西多呢 你要是说 你要是天天在孩子面前这么以泪洗面 那倒真的是给不了他好的成长环境 他会认为自己的母亲 在我从小就悲悲怯怯 每天怨天尤人 电视播出之后 好多人都会知道这个故事 他可能真的会来找你 我刚才问你的那些问题可能都会发生 我当时问的本意就是现在我要告诉你 如果这扇门打开他不出来 即便将来的生活当中 他再怎么回头来找你 我没问题 这是编导给我的一个信封 里面有他的联系变化 我们是找到了他 要不要跟他联系 再与你 既然他今天没来 我想联系也没有必要了吧 我觉得是你可以不直接联系 让你的律师联系 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真的从此放下 我能不是说话的 一起走过 总是乱书下 为何现在 接受我在 期盼 谁能发现 我能不能